啊 原来是你啊 靠 这样你还认得出来啊 嘿 你化身会我的认得 你就是唐 朱之山在世纪上被唐伯虎的话 为华府的管家抓了回来 朱之山赶忙解释自己不是唐伯虎 可华夫人不相信 就把华恩叫了出来 唐伯虎不想来 可没办法 只好精心打完一番 却没想到朱之山一眼就认出他来 啊 原来是你啊 靠 这样你还认得出来啊 嘿 你化身会我的认得 你就是唐 不错 我就是唐伯虎千方百计 想避害的死剑种 不想死结果闭口 不然 因为唐伯虎每次行凶 都蒙了面杀 所以小人也不敢肯定 是不是他 这样啊 那就凝望勿纵 把他杀了 等一等 这个人就算不是唐伯虎 也应该跟唐伯虎有莫大的关系 所以留他一条命应该会有用 死罪可灭 活罪难逃 十六 带他到柴房好好看管着 任你处置 十六姐听了之后一场兴奋 然后就在柴房里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十六姐十分满足 唐伯虎想趁机放走柱芝山 可柱芝山却不肯走了 就在这时 秋香来了 见秋香崇拜唐伯虎 柱芝山不知羞耻地说自己就是唐伯虎 没错 我就是唐伯虎 随后柱芝山还想接唐伯虎的身份对秋香凯欧 好在十六姐又回来了 秋香赶忙躲了起来 然后看着二人现场直播美女野兽 这天宁王带着大队人马来到华府 这个宁王和华太师的政见一向不合 在朝中也是水火不容 今天贸然来访还带了那么多官兵 肯定是另有所图 华夫人叮嘱华太师 小心别让宁王借地发飙 果然宁王这次来就是找麻烦发飙的 他先拿出一幅唐一画的孔雀图给华太师欣赏 并按时华太师自己是要称王的男人 劝华太师不要跟自己过过去 你看 那种令群鸟低头的气势 跃然于纸上 真不愧是鸟中之王啊 可华太师并不想向他低头 就在宁王向借地发飙的时候 华夫人站出来说 既然王爷今日带来了名画 见见也想开开眼界 好 华夫人既然也是爱华之人 大家研究一下 只见多明书生随手一挥 就将桌子拍向华夫人 而华夫人随手一倒 就把桌子给拦了下来 秋香 你也来看看 是 夫人 这幅孔雀图 它本身的确是唐颖少有的妙笔之作 可惜孔雀始终是凡鸟 就算重新装表来衬托 也是无补于事的 凡鸟就是凡鸟 绝对不会飞上枝头 变成凤凰 秋香的话狠狠地粉刺了一下宁王 一旁的夺命书生 见王爷吃了一个暗亏 就找借口叼在华府 说华府里肯定有比他们更好的 唐伯虎的作品 可华府里根本没有唐伯虎的作品 就在宁王想借此发飙的时候 华夫人说唐伯虎本人就在府上 于是就让仁聪拆访把柱之珊带来 让他画一幅凤凰奥义图 柱之珊大笔一挥 很快就完成了作品 宁王见状又想发飙 华府人赶忙一掌把柱之珊打飞出去 并感谢宁王替他辨别出了假冒的唐伯虎 宁王见华夫人都这么说 也不好借机发飙 于是派出自己的参谋和华太师切梭文学 出队 一箱二礼 共三夫子 不是四叔五金六义 竟敢教七八九子 十分大胆 对啊 怎么不对呢 你不给我面子 我可真的要发飙了 让我来试试 十四九瓶 凑的八两 七钱六分五毫四礼 赏钱三星二义 一等下流 见到救星来了 华太师十分感动 抱着唐伯虎就撒起娇来 再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 绰号队王之王的队穿长 阁下是 小弟读过两年书 城市中一个迷途小书童 华安 好 我就来会一会你 只见二人针锋相对 拜着同样的小碎步 随后面面相去 对不起 我让欣欣相惜 情不自禁 接着正式的文都开始了 图画里 龙不吟 虎不笑 笑笑书童 可笑可笑 棋盘里 车无轮 马无将 叫声将军 提防提防 十口新四四军四国四设计 八目共赏 赏花赏月赏秋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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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等魏与风 显现一身湖南 你下流剑阁 露出半个龟头 宁王的参谋根本对不过唐伯虎 气得不听的口头鲜血 对对本为消遣作乐 近日川藏兄居然对得 熬出几十两血 可非空前绝后 小弟佩服 这可把宁王气得够呛 既然闻得不行 那就来武的 于是又让夺命书生 拿出皇上御寺的 纯属秋双头来给太师看 说是赏话 实则比拼内力 话夫人推开 太师和夺命书生开始交手 两人从地上打到空中 又从空中打到桌子底下 春夏秋宫四个 并与担心夫人的安危 到桌子底下查看 结果被夺命书生的面目 全非脚踢的 全部撑人样 唐伯虎见状 立马又还我飘飘拳 将秋香打回了原样 我刚才怎么了 你刚刚中了 最恶毒的面目全非脚 属你很危险 还好我及时用 失传已久的绝旋 还我飘飘拳 把你打回了原形 你现在没事了 谢谢你华安 不客气 而华夫人和夺命书生 还在较劲 双方内力地 比拼势均力敌 夺命书生 不想再这样耗下去 便突然使出 狡气袭击 华夫人多闪不及 被踢倒在地 独命书生 剑状还想继续袭击 唐伯虎及时出手抵挡 随即双方互相比拼脚气 结果用力过猛 将皇上遇刺的 春树秋双图 给撕成了两半 凝王剑状就想发飙 唐伯虎赶忙站出来说 王爷手里的图 并不是唐伯虎的真迹 真正的春树秋双图 一直都藏在华府里 说完就带着秋香来到书房 还让秋香给他磨磨 秋香姐 麻烦你帮我磨磨 也没别的办法了 快 你快点帮我磨磨 啊 啊什么啊呀 你快帮我磨呀 我只有凭自己的记忆去画了 秋香想靠自己的记忆来画 可时间紧人无重 秋香担心自己完不成 就在他准备让唐伯虎逃走时 回头一看 唐伯虎已经画好了 你画的 是啊 有时候我就靠画 唐伯虎的假画为证 这幅春树秋双图 画过几百次烧得很 希望过得了关 这是吃饭的家伙 我当然要随身心带了 可是怎么画那么快 这算算慢的了 随后两人将刚画好的春树秋双图 拿出来给凝王欣赏 凝王自然不相信他说的 就把凸写的参谋叫过来鉴定 王爷啊 这真是出自唐颖的手笔 啊 你是不是眼睛花了 看清楚一点 看仔细一点 的确是真的 不过这墨迹好像还没干似的 最近都是南风天 诗迹太重了 诗迹太重了 你可以死了 王爷实在太不信 小心了 皇上遇刺的话都被人掉了包 要是惊动了皇上 恐怕是死罪啊 好 不过啊 念在我们朋友一场 这幅画就送给你了 以后要小心保管 要不然又会被人调换了 你 王爷咽不下这口气 刚想发飙 夺命书生提醒他 今天有高人在场不宜久留 凝王只好骂骂咧咧地 带人离开华府 刚才你为什么不打开杀戒呢 王爷 刚才那个书筒不简单 我差点吃了大亏了 你不是说过 书生夺命剑 威力惊人 天下第一吗 遇到一个小小的书筒 就畏首畏尾 王爷 就是因为书生夺命剑 威力惊人 小人身发会误伤到王爷 我今天啊 面子全让你丢光了 走 王爷 小人以性命担保 三日之内 等我恢复元妾之后 再来教训他们 把太师的人头拿回来 怕了 对了 还有那个华夫人 还有那个书筒 还有那个秋香 总而言之啊 叫他全家死光 是